美国F-35战机在6月发生了发动机失火事件 原因至今没有查明 美国海军周五继续对F-35B和F-35C的战机维持停飞的命令 美国海军航空系统的负责人说 目前仍在调查F-35战机失火的原因 并且计划在本月16号前更新飞行指令 但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理由让F-35B和F-35C的战机归队 而停飞的命令也导致了本月举行的英国皇家国际航空展F-35战机的缺席 一架F-35A战机是在6月23号与美国空军基地起飞时 发动机突然失火 国防部就叫停了所有F-35战机训练 也使得F-35B的海外处女秀落空